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遗族自治州 卢西县城外十千米的大翼蒲村 2008年4月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曾在这里发掘清理 190座战国至西汉后期的墓葬 600多件出土文物中有大量古代兵器 铜鸽 近战兵器 铜剑 近战兵器 建筑 远攻武器 实验室的清理工作如常进行 此前一些被忽视的预期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这是玉绝 在古代中国常被用作耳饰和佩饰 大翼蒲木地中 共发掘出了26枚色彩多样的玉绝 但仔细观察 这些玉绝直径都在4至6厘米之间 比火柴盒还要大出一些 今天这样大小的耳饰并不稀奇 但2000年前 大翼蒲仙明时刻准备迎接战斗 佩戴如此之大的耳饰 在密林中穿梭 实在唯一所思 查阅史料 杨帆在一部记述古代智怪的中国古籍中 找到了线索 《山海经》中 描写过一群奇怪的人 他们的耳朵非常大 一直垂到胸前 以至于平日里需要用手 拖着自己的耳朵 这群被称作丹尔国的子民 生活在一座被海水环绕的孤岛上 是海神之子 身旁 总有两只花斑大火攻他们驱使 传说并不可信 但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历史 地理 人物的方志著作 《华阳国志》中 这样的形象再次出现 他们被称作丹尔中 在两千年前的大义谱 巨型耳饰导致耳朵变大 有人推测 这里的仙民希望像神话中的丹尔国子民一样 有驱使猛虎的能力 另一些人的推测偏向于实用 耳听八方 大耳能够帮助他们更清晰地听到那些 隐藏在密林深处的响动 在建筑射向自己之前 发现敌人 2008年3月 大义谱村外 灯展花下 考古队员也迎来新的进展 那天村民他要下地干活 然后我们就基本上到村民家的时候 都是天黑了以后去 我们一家一晚上 走那么久 走访那么几家 每到一家 我们都去 这次 我们为什么要搞这次发掘 这次发掘对我们如稀有什么意义 淳朴的村民收到来自科学的解答 考古队员也破解出历史的密码 如常的考古 如常进行 越来越多的兵器不断被发现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 这片土地的先民曾经以战为生 但不久后 一些反常的器物 再次搅乱了考古队员的判断 当时大概是发掘了一二十天以后 它从不同的几个墓里面 就发掘出好多那个玛瑙 它有玛瑙珠 玛瑙拐 那个珠子有的很漂亮 各种颜色的 77枚玛瑙珠与18枚玛瑙扣 虽然形状各异 但色泽极其丰富 并且反差巨大 人们不禁揣测 2000年前 这些五光十色的背后 是一种怎样的审美诉求 这些是大一谱出土的 这些各种玛瑙器 但玛瑙器主要是 当时它的一些装饰品 有这个帽型的 帽型的玛瑙珠 也有这个骨型的玛瑙珠 像铜骨一样 这样的是叫玛瑙扣 它这个扣背后都有两眼 像这样的小玛瑙扣 也还经常出现在 这个圆形的腰扣上 在圆形腰扣中间 作为一个装饰 咱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圆形腰扣 它中间经常也装饰 有这样的小玛瑙 平时它是放衣服上的 也就是今天我们的 衣服上的扣子 这些耀眼的扣子 在今天仍有出现 只不过变换了材质 这是我们卢瑕大一盆目的 发掘的铜腰扣式 我们前面这四个 它是香切一石片 然后它的大小 色泽都不尽相同 像这个它撇黄一点 然后比较大 而这个表面比较光滑 看上去是工艺非常的精美 然后这一个 它就有凹凸不平的感觉 感觉工艺就没有 这一个精美一点 这枚圆形腰扣 中间镶嵌着红色的玛瑙珠 周围镶嵌着厚度 不超过0.06毫米的 玉石圆片 表面光亮顺滑 严丝合缝 0.06毫米 在今天看来 仍不是工艺品的极致与巅峰 但接下来 考古队员再次体会到 山外有山 这五个呢 它跟前面的外形是基本一致 所不同的是 它相见的是绿松石 这些绿松石小圆片 大小均衡厚薄一致 但看上去内径更小 一些圆孔 甚至连今天常用的最细的鱼线都无法穿过 好 这是我们最粗的 1.5号的 也就是直径大根是 0.2毫米的鱼线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能进去 这个它就进不去了 后面我们换0.4号的 也就是0.1毫米的直径的鱼线 来试一下 但这个 这个就进不去 就是比4号鱼线还要再小吗 这个孔 对 这几个扣石里边 这个的小孔应该是最小的 它就进不去 经过测量 这些腰扣上的宝石 平均外径约0.24毫米 中间有小孔 仅有0.04毫米 如此精细准确的切割 打磨和钻孔 让人们感到震惊 但大义谱留给后人的碳围观止 远未结束 它这里说是同壁窗 那么壁应该就是 待在手臂上的 这个与其他不同的地方 就在意 它上面是镶嵌了 好多的利松石在上面 你看这些 这现在它袖是比较严重 我们已经看不懂 利松石的颜色了 这种装饰是和那个腰扣上的 是一样的吧 扣上去是 应该是一样的 这件铜串表面黏附着绿松石片 由于过薄 表面的绿色已被下方滋长的铜袖包裹住 相对于腰扣平斩的底面 这种曲面上的镶嵌难度更大 它这个小绿松石呢 实际上这个工艺还非常复杂 中间是有个袜槽 袜槽呢 它把那个绿松石片 然后做成小片小片贴上去 说明就说这东西 在当时呢 作为装饰品很金贵的 时光穿越回两千多年前 大义谱曾经的主人 也曾在毫米之间 镶嵌着自己关于美的向往 人们不禁疑惑 他们是谁 来自哪里 一切交由考古人员来作大 清理的木坑就在中间这 对 清理的木坑就是 刚好浇着水这一片 当时都出土了什么东西 也就是铜箭 铜锚 铜割 这些东西 2008年 考古队员在大义谱 190座墓葬中 发现了大量兵器 十多年过去了 人们从未放弃寻找 这些兵器的主人 这是一个汉代的一把 青铜鴿 在这个铜鴿上看得不太清楚 我就用我的绘画的方式 一个一个地把它画出来 虽然没有参与当年 大义谱墓葬的发掘工作 但在后续的研究中 张冲铭发现了一些 奇怪的纹饰 上面刻有三个人物 这三个人物比较高兴 然后他们就手拉了手 牵起来比较欢快 感觉要跳起来一样的 下面有两个小孩 这两个小孩也是面带笑容的 眼睛增大 比较高兴的时候 眼睛才会增的大 然后下面是两个柜子 这是手 两人的手活在一起 然后这两个是柜 柜柜在一起的 然后中间这个是一个小孩 剑血封喉的冷兵器上 为什么会绘制开心的人们 和面带笑容的儿童呢 双膝跪地的神秘图案 代表着什么 他们是大义谱的先民吗 张冲鸣的疑问 引发了杨帆的好奇 这柄带有奇怪纹饰的青铜鸽 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发掘出土 你看 仔细看就说他这个纳上的纹饰都是这个蛙人文 医疗落后的古代 两栖动物青蛙 被赋予了生育和繁衍的含义 在天地自然中 追求神灵崇拜的人们 将蛙作为生殖的象征 蛙虫拜在中国文化中 很多地方也非常普遍 包括西白地区的 包括彩陶上的 包括青铜鸡上的 杨帆的判断 将青铜鸽上的图案 指向遥远的古代中国 最早出现蛙蚊的记忆 竟然来自公元前四千多年 1972年 陕西临同江寨遗址发现蛙蚊 那是迄今为止 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蛙蚊 这并非唯一的蛙蚊 在1972年之前 与之后 这种奇怪的文士 不断闪现在中国考古人的视野中 1923年 甘肃林桃县马家窑村墓上 发现蛙蚊 1956年 河南庙底沟出现蛙蚊 那是一件彩陶残片 1975年 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发现蛙蚊 纷繁复杂的青蛙形象 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各个角落 时间跨度之大 分布范围之广 一时让考古队无从下手 杨帆尝试着将蛙人文与青铜鸽 联系在一起 突然发现 他们重合的机会并不多 很奇怪的 就是说 电池地区 包括云南地区 出的鸽 一般都是蛙人文鸽 而这一类鸽在西白 在中原地区少见 杨帆认为 生殖崇拜之外 大义谱先民对于青蛙 还有别的诉求 西南地区 也包括就是 稻作民族 它对蛙也有一种崇拜 并且这个蛙有一个作用 它就是跟鱼有关 蛙一叫了以后 有的时候就要下雨了 那么盗作民族 又同时是对鱼 更多需求的 那么一个民族 杨帆将大义谱的蛙 指向稻田 古代 仙民们对自然规律 了解有限 常常通过蛙名与智 感知气候变化 他们将青蛙 作为祈祷风调与顺 人丁兴旺的特殊灵物 进而产生崇拜心理 我们认为 就是说这类蛙呢 使用的民族呢 其实主要是白浦民族 因为白浦民族 是个稻作民族 经常跟稻田等等打交道 那么它做的是个 蛙人文的形象 稻田里最常见的 就两种东西 一种是鸟 一种是蛙类 然后呢 你看这个白浦民族的 所有的用具上 它要么就是鸟的形象 要么就是蛙的形象 杨帆所说的摆仆 是生活在古代 中国西南地区 以滇池为中心的族群 传说中 他们曾经作为 周武王的盟军 参加过武王伐咒 西南 武扰纷争 重道繁衍 或许是平静的生活 让他们渐渐失去了 对外敌的警惕 连冰冷的歌 也被画上了 稻田中的青旺 终于有一天 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发现这个秘密的 是卢西文馆所 曾经的所长 楼静 发掘的时候 一件一件地看 还不明显 就这堆出来一看 摆出来一看 就觉得 就是有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没有发现农具 你比方说铜厨什么的 大鱼谱 这满桌子的堆开的话 没有一件 没发现出一件 一个稻作族群的墓地 整整190座木坑 竟然没有一件农具 那些崇拜青蛙的摆仆先民 发生了怎样的变故 然而 直到考古发掘 接近尾声 这个谜题 还没有得到解答 到最后发掘 这个190木的话 这个木还比较大 当时我们还是 特别期盼能出什么东西 但很遗憾的是 在最后一个木 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了 说真的 当时我的心情 一是这个木没出东西 再一个就这样结束的话 说真的是 我这心情 不是太好 我觉得很遗憾 然而 就在考古发掘 快要结束的时候 人们通过一组 不起眼的文物 窥视到摆仆先民 命运的转折点 这是靴 相当于古人的小刀 小刀旁边 还出土了一个 圆柱形的石头 叫做石坠 石坠实际上就是 随身携带的一个 小磨刀石 就是携带方便 然后在野外 或者在狩猎过程中 游猎过程中 随时可以拿出来 对兵器 以及铜靴 铁靴 等进行打磨 你看 在野外的时候 或者随时就可以这样打磨 所以有的石坠上面 都有磨的痕迹 比如这一块 就有一点磨的痕迹 石坠与靴 磨刀石与小刀 原本古人寻常的生活植物 同时出土 让杨帆看到了一群陌生人 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 因为经常在野外使用 这些靴呀 刀剧呀 那么游牧民族是 一定是随身携带的 道座族群的土地上 来了一群游牧战士 杨帆推测 他们来自北方 清海甘肃一带 居住着一个 骁勇善战的游牧部落 他们在广阔的草原上 过着逐水而居 游牧涉猎的自由生活 一个北方的游牧族群 为何在两千多年前 来到这里 又为何放弃草原 钻入密林呢 查阅史料 杨帆发现原因 竟然是沉重的四个字 魏秦之威 那个游牧部落 为了躲避秦军的打压 而逃往西南 原来我有个形容 云南是逃亡者的伊甸园 那么各种 从不同方向 因各种原因 逃亡到云南地区的民族 在大义谱 来自西北的游牧部落 见到了稻田中的原住民 那群热爱手工的摆仆人 家园即将化作乌有 原住民必须拿起武器 直面游牧战士 这个叫纳 这个两个叫穿 然后它是为了固定木饼的 它是用木饼夹在纳上 然后饼大概一米到一米五 那么长 然后横着拿来砍 亲眼见到那场战争的人 早已化作黄土 今天的考古队员 却看到了战争的胜负 两千多年前 地处高原的大义谱 没有了北方草原的矿阔 但茂密的森林 却能够藏身 他们甚至希望能在这里重建家园 这件东西呢叫纺纶 在农耕文化中 纺纹是十分常见的 非常普遍的东西 但是在大义谱呢 我们只发现了一件 这个是头房 说明就是说 虽然少 但是呢 它还是有纺织活动 从这唯一一个代表农耕生活的器具中 或许可以猜想 迁徙而来的游牧部落 也许有过安定生活的向往 由游牧向农耕转变 穿上一个珠签 然后这样转动 另一只手呢 碾着线 就把线呢 给它转在这个方轮上 然而 驻剑为离 终究是离想 驻离为剑 才是现实 此时 危险正悄悄逼近 当他们环视四周 准备休息时 却发现 他们的敌人 不仅仅是大义谱的原住民 密林深处 不仅有猎物 还有夜狼 颠 钩丁 等诸侯部落 在强敌如林 四面绞杀的从法则中 游牧战士 如同一只困兽 被困在一个弹丸之地上 然而 他们坚持了下来 并且坚持了数百年 最终 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在史书中 被称作漏卧 之士 这样的日子没有延续多久 他们还是遇到了 无法战胜的敌人 公元前111年 一支军队从长安出发 开始平定西南 恐惧的夜狼国率先归顺大汉 不久后 滇王归顺 远比古滇国 夜狼国更小的漏卧 结局没有记载 那个生活在大义谱的游牧部落 最终是灭亡还是逃离 考古队员给出了答案 这一把是我们曾经出土的时候 它是从这个位置断成两节了 然后这一部分 它也是没有的 后来是经过我们修复以后 把它断立的部分 给它粘接起来了 然后边上残缺的部分 给它补了 才成现在这个样子 在后期的实验室中 人们虽然将这柄青铜鸽 拼接在一起 但它们为何会断成两节 让考古队员产生了疑问 当时发掘出来的时候 这个铜鸽 这个铜鸽怎么 它就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一把铜鸽的话 它断成两节了 一个在上部 一个在中间部位 就是觉得怎么在墓里 它会断成两节 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我们大家 也是觉得 还是觉得是有点奇怪的 它在不同的部位 并且都觉得它断了 就觉得很可惜 那么完整的一个东西 那么漂亮的一个东西 它断了很可惜 鲁锡县博物馆馆藏的 五把青铜鸽 其中四把 都有人为毁坏的痕迹 而其他的兵器 包括青铜剑 也都有人为毁坏的痕迹 这件鸽呢 出自M135 M135大概位置呢 也就是在那个位置 曾经的 4月18号 M135的 出的这一件铜鸽 它写了个残 试一试 应该不说叫残 是应该变形 它好几座墓葬呢 都出现 毁兵的这个现象 就把这个兵器拿来 要么掰断了 要么掰弯了 很难想象 两千多年前的大义谱 那些随时投入战斗的 漏卧战士 如何忍心将自己的兵器毁掉 但在中原地区的考古中 这种现象竟很常见 陕西 河南 山西 甘肃等地的西周墓葬中 都存在这种现象 考古学者 为这种特殊的藏俗 赋予了一个专属名词 叫做毁兵 这个毁兵现象呢 在中国历史中 实际上存在 已经很长时间了 它有独特的一种 这个 意识在里面 毁兵藏俗 是西周同志者 理智的思想体现 是一种分布范围较广的藏俗 西周晚期至战国时代 周王朝势力衰微 礼乐崩坏 毁兵的藏俗 在中原地区逐渐消亡 然而 这种在中原消失的藏俗 为何会出现在遥远的大义谱呢 我们推测可能是这个 在设置军线以后 设置军线以后呢 就必须遵从这个 中央王朝的法令 那么它是不允许这个 私藏武器 所以即便是下葬的兵器呢 也是要毁坏了以后 才能拿来下葬 杨帆推测 在那次战争中 陆沃古国像夜郎古巅国一样 被击败 拥有戈 剑等兵器的漏卧移民 被迫毁掉兵器 深埋目的 陆沃古发掘至此 大义谱清童墓地故事的书理已经完成 但我们无法想象 在那些继续尘封的地表下 究竟还掩藏着多少古老的秘密 大义谱考古十余年 人们对于那些兵器与饰品 清童与五彩的研究 从未停止 新的秘密仍不断被解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核心 字幕志愿者 核心 字幕志愿者 核心